我从去哪里比较好玩呀 好刷的呀 可以去杂志冬啊 还有三峡博物馆 打理喊这些都可以 不要去那个街坊 不要哄一下东西 人多得很 那小吃的话去哪里比较好吃呀 小吃 小吃就不要听那些说啥是街坊 不要把你好吃开啊 你些哈 那些不好 直接去挂一圈好吃 该和那个明星家院饮食哈 那些味道可以 那小面的话哪里比较正宗啊 可以的那个街坊 没那个泥巴的面哈 那个味道可以 这说住的话 你比较推荐哪里呀 住的话你就不要去街坊 没哪些哈 都是平坏地面的 可以住的大屏啊 还有关键啊 这些都可以 价格鲜硬的很 住的环节也可以 你是说火锅的话 你这边有没有推荐一点的呀 火锅啊 火锅好吃就多了哦 鱼中火锅啊 还有瑶九火锅啊 老油啊 这些都可以 再说的话 请那个看夜景哈 坐那个游轮 没必要的 那个价格贵 真正的都要看红亚东啊 可以到那个大局员下面 那个监榛上面去看 那个小锅看起来好多多 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去坐那个场景说的哈 嗯 坐餐厅说的哈 要上午去坐 上午去扔沙 没那么大鸡的 下午去的话扔鸡的 没必要的 还有就是你们街坊没关的 你哈 那个买那个红色那个锅子 千万别去买 那个是色素站出来的 啊 而且价格又贵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